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国战机统织院的一个武装网 咱来看一个武将正霸 这期视频因为啥呢 因为这个前天啊发的这个武将正霸呢没有兵戒 然后呢这个有这个老板 原来老板看完之后呢感觉没有那么畅快是吧 所以说呢他赞助了一次这期的这个视频啊 咱们看一下啊这期的视频呢是怎么搞 还是个黄鹰啊 一出门之后呢咱们呢获得了一个黄看啊 兵戒 好这里呢我选择速杀的一个黄鹰啊 为啥呢因为这个黄鹰呢不怕火修剑啊 速杀杀不了 好咱们这里呢继续跳道具 来一个这个绝让 然后毒气 一杀 OK 这样呢黄鹰死亡啊 因为这几个令牌里边呢这个最好死的 然后呢死完之后最有用的就是黄鹰 黄鹰死完之后亏了定住 马上黄鹰一套连招 走 在这个怪打我之前我拿下了黄鹰 这样的话呢第一关 拿下了 然后这里呢既视器又不给各位挂了 另外呢就是这期的这个素材呢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懂是怎么玩的啊 这里呢提前感谢一下元磊老板的支持 然后这个第二关啊一定是祝格亮 不要问我为什么是吧 这个有懂的兄弟呢可以在这个弹幕里边或者评论里边发一下 看看这一期是怎么玩的啊 然后呢喜欢我的素材啊别忘了给我挣点这个免费的小蛋 好这样呢在祝格亮击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地下有一把暴剑了 OK三把暴剑换上然后呢减两个关键道具隐身一啊其他的道具呢对于现在的我来讲呢已经无所了 为了好第三关一定有巧也不要问我为什么 然后呢我这里杀巧唯一的方式啊目前为止就用祝格亮的令牌啊 但是呢祝格亮的令牌呢正常连不了巧 所以说呢咱们巧妙的利用谁也比较少人状哎 把这巧呢给他放倒 然后呢一定要等巧变回来的啥 你可以看到呢我给巧流了一口气啊 因为呢如果你来动作他杀巧是不给火箭的 咱们这里打巧呢主要就为了火箭 然后呢等这个巧呢变成巧的形态了 咱们就杀这个老头 老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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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头结束之后呢 咱们呢再换过来啊 因为这是一个金刚剑 咱们用这个正常的手段连不了 所以说呢咱们必须给用这个爆气爆剑啊 来给他打死 好这样呢三关过了之后呢咱们三剑齐啊 然后把没有你的血书了小道具了都撇一撇啊 清醒灯这都是我用不着的道具啊 往地下一蹬咱们呢后边就是一路的虐杀了 各位这个注意看啊 后边的节奏将非常的快啊 这里呢因为咱们没有这个气 所以说呢咱们用一身衣啊 来杀一手这个赵云 给一个毒气追地 直接把赵云拿下啊 这里为什么要杀赵云呢 那懂得一定都懂是吧 赵云死亡之后呢会爆一个酒壶啊 为咱们后军的没有气来这个服务 哎好酒壶入手啊 OK然后呢其他的小道具呢能减就减两个 不减也无所谓 好进入下一关 下一关呢有固定的火箭 然后有鞋子 这里呢快出来催我两下 无所谓 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合理啊 然后这怪倒地了 不可能啊 不给你搞自己的机会 好这样呢瞬间了 拿下了两个boss 没错啊 看到这呢你可能已经懂了 这期呢还是无恙之外的速通 不过呢这期呢 我只用六分钟 好咱们继续下一关 可以看到呢这关呢 怕爆剑的比较多 傀儡盯住之后呢直接杀 OK然后这个金刚就什么都不怕 没事咱们走道的时候切一个兵剑 咱把这个关羽直接杀掉 没错啊 这就是这个第一剑客啊 黄月鹰 然后咱骗个气啊 因为这个气呢喝完酒壶插一丝 咱这气不骗生之后呢 不好的啥 这里呢也不是骗个气啊 我打了葫芦就去吃啊 我只是把这个过关结算 给这个切下去了 好这里呢残血的杀狗呢 直接用这个暴剑 连这个谁虚楚一起带走 好拿下 然后这里诸葛亮收气 看好啊 这每一个另派 每个另派的作用 哎等着结束 继续切换啊 节奏画面不看 看看下一关 这一关就肥了 这一关肥的话肥在哪 你应该都懂是吧 刚才这个赵云死了之后 爆的酒壶 然而是个张飞 死了之后爆的是酒壶 好再见 三刀两刀就一个啊 这才是武将能挖速通 最爽快的一地方 这个比之前几 前两天 前三天 哎无所谓了 比之前几天 那个缺冰剑 爽快程度就不一样了 这里呢换冰剑 直奔这个曹张 然后回头换爆剑 直奔这个葫芦 哎为啥不打猪狗亮呢 因为猪狗亮九万六千滴血 你没看错啊 四分钟第一轮就过了 你别着急啊 第二轮指挥更快 好 来了 第二轮登场 出门呢 这里换冰剑 打曹操 一个暴击前一破防 然后呢 这里呢 直接就给曹操冰剑收掉 然后剩下屏幕两呢 两个怕冰剑的 杀谁都一样 咱们尽量只杀一个 好 再次拿下 然后呢 喝了个小酒 因为这个酒呢 已经很多了 什么时候喝都一样 下一关 可以看到呢 屏幕上两个怕冰剑的 那咱们呢 直接就是过来 这俩冰剑正好凑到了一起 然后需求要打我 往下窜一盘 掉了 这样呢 没有这个结算画面 死俩马上就下一个画面 死俩马上就下一个画面 我估计我四分钟都用不上 好 之后呢 这一关 愣给你先一啊 因为这一关呢 这个前立眼 跟这个赵云是非常搅和的 所以说愣给你先一打呢 让自己的输出环境更好一点 没看错 又死了 咱们继续高速推进啊 下一关 好 来了 这一关呢 可以看到呢 出门找着一个怕冰剑的员总 三刀直接带走 完了 马上换冰剑 对左边的沙漠科 直接往右出击 来吧宝贝 结束 这个武将能骂 无论对面多少个boss 杀俩就过关 然后这一关咱们来看呢 出门我就先找到一个怕冰剑 然后紧接着两个怕火剑的 我指定是他顶的这个 你们上边这个能练招啊 以前那个巧练不了招 好 这样呢 再次又过了一关 我这三刀剑呢 玩的淋漓尽致 跳好久玩 下关看场直接扔 这关呢 两个怕冰剑的 咱们直接就玩 直接扔掉 好 把怕冰剑的大娃打死 反省呢 就做四马一 AB取消 下BA 再打一个千千A 直接六连收掉 然后这里骗个暴击啊 懂得呢 自然也都懂 夹雪是不是也无所谓了 好 下一关 好 已经来到了游戏的倒数第三关啊 对你们看错啊 这关的话呢 因为这个马超在啊 所以说呢 不好搞啊 又再次扔了给你 这个敌方的武将 都是很容易出招的 然后呢 这个双尔空间的这个 极难的难度呢 跟传说攻击模式也都一样啊 这个攻击欲望也都一样 所以说呢 在这里直接撇衣服 还有两关 好 这关的话呢 两个怕暴殿的 我第一时间就找到一个红娃啊 给红娃拿下之后呢 马上找这个水娃 往上跑 他出了个破天 我给他一个拔连 结束 对 你没看错啊 现在赶紧点赞还来得及啊 马上就要通过了 还有一关了 抓你时间点赞 要不然等会儿不敢烫了 好 四个 那最后一关呢 我自然给他们来一个全家服务 好 第一个 然后往这边走 千千A下BA 第二个 OK 咱们继续往这边走 千千A下BA 千千A 第三个 往这边走 千千A下BA 千千A 第四个 结束 然后往地下扔三把剑 OK 至此 一成一说 喜欢别忘了点赞 明天再见 拜拜